第二个问题 我在这儿看见 你那个在诚信网过程中 加入这个公司到宁夏 自己最好的记录是15分钟 签下一万元的合同 你怎么给你签下来的 作为宁夏呢 我们是第三盛产这个煤炭 所以说就通过我的一些 给他们在网上找的一些信息 告诉他什么地方要煤炭 所以说这客户呢 一无反购的记录 那可以啊 这好事就签吧 最后一个问题啊 你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昨天晚上我上网 看了您在中国的官方网站 很多人在评论说 胡博在网站上有刷网 自己制造很多人投票的记录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城堂体系 在全国有近万名员工 同时呢 我以前战友 我的部队的领导 我也告诉他们 说大家给我投票是很正常的 但是票数很高 或者是有刷掉限制的话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 做好我自己本应该做的事情 好 需要谢谢 胡博呢 我想你听着别生气 如果你是我的员工呢 你一定会被我辞退掉 这个有很多原因 但是其中有一点 就是你到公司来融资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得到 公司高层的这个认同 还有一个我想记住 诚信啊 它绝对不是一种销售 更不是一种高深空洞的理念 它是实实在在的 言出必行 点点滴滴的细节 所以不能拿来销售 诚信是不能拿来做概念 中国概念太多 如果说真的安装你200万会员中 有一百四十万付费客户的话 你那个公司是可能全世界 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 因为一百四十万 按照你五百八十块钱 一算刚才这一算 就是八个多亿 那是最低的数字 你有八个多亿 搞清楚 点点滴滴做起 所以我还是蛮欣赏 你身上还有很多真实的东西 一点五万 然后不断的拼搏 努力 但是真正把这事情做大 这个还需要更加的实在一点 可能好一些 谢谢